一年365天 每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技巧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 那我们与球迷在打球的过程当中 反手防手天然的好一点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反手站在这里 我们有身体的去阻挡 但是在正手的时候 它就不会那么稳定 我们容易去晃 容易去不稳定 没有身体的阻挡了 所以说正手的反手要学会什么 眼拍高一点点的时候 靠身体去带 不要手放在这里 靠手这样子去带 这种方法是应急球的处理方法 那么正手的防守方法 找位完了以后 靠我们的身体去带一带 这样子不要拉拍 防守它不是反手反击 如果说是我们要主动去 对方拉过来质量 不然人们要反拉的话 我们才拉拍 但在回防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把拍子放在云地 这样子带过去 这样子的效果就比较好 而且是比较稳定 讲到这里 如果您听明白了 请给黄河教练一个点赞 关注评论转发 谢谢您 每天晚上八点半 我们都会在直播间 跟大家分享更多的 乒乓球知识 欢迎您到直播间 跟我互动交流